这周大盘维持阴跌洗盘走势 一周下来没赚钱 还回撤了一点 大盘下周将迎来大选前的关键一周 市场将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白宫的主人 英特尔业绩负增长 股价暴跌 原因是什么 投资芯片有什么策略 特斯拉业绩大涨 股价也跌 又有什么策略呢 到底股价跌是不是财报惹的祸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节目 我是Sani 节目开始之前 请还没有订阅的观众 尽快免费订阳光财经频道 总统辩论结束了 下周不是将迎来选举前的一周 今天很有意思 朋友告诉我 谷歌翻译脑子进水了 事情是这样的 在政治上 媒体总是有一定的倾向性 背后的利益链错终复杂 今天有一个传闻说 Google translation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有猫腻 如果输入Biden just lost election 翻译成中文是拔剑刚刚失去选举 而如果加上一个Joe 就变成了乔拜登刚刚单选 如果把名字改成Trump 就变成了特朗普刚刚失去选举 这也难怪特朗普时不时要拿科技巨头开算 动不动威胁封禁社交软件什么的 要不然实在是hold不住啊 这让我们联想到民调数据 在引用民调数据之后 都会引起观众评论的强烈反弹 大家认为民调数据不准确 人为操纵或统计样本失真问题严重 民调显示 在最后一轮总统选举辩论之后 拜登仍占领先地位 金融时报数据通过计算 每个州两位候选人的民意调查平均值 按一定权重统计结果 大多数州采用赢家通吃的方法 一个州民众投票的获胜者将获得所有选举人票 根据金融时报数据 如果今天就选举 最新民意反映的选举结果是 拜登获得的选举人票是276票 特朗普只有125票 金融时报显示 拜登超270张选举人票获得胜选 前面我们讲到 媒体数据出于利益也好 出于统计方法也罢 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真 比起媒体数据 有时赌场发布的几率数据 涉及到真金白银 可能还会公正一点 22号辩论之后 特朗普的赔率有小幅回升 拜登小幅下降 网民意向测试也认为 特朗普在最后一场辩论的表现良好 无论如何 各项数据显示拜登领先优势 使市场挥之不去的阴影 已经有不少文章认为 拜登单选已成定局 股市更欢迎特朗普 而有点担忧拜登 这件事我们早就了解到了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经济刺激法案又迟迟不能达成 使得多头找不到理由采取任何公式 这就造成了本周大盘弱势震荡的格局 下周作为大选前的关键一周 股市会更加反映谨慎情绪 震荡洗盘在所难免 机会相当有限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技术图表 纳斯达克指数本周震荡整理 周一大跌之后 剩下的交易时间都在横盘 如果非得从这周的横盘当中 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的话 10月22日的下影线在四天横盘当中 算是比较长的 把四天的横盘合并成一根K线的话 就是个上下影线都比较长的小阴线 多空双方在这周除周一之外的四天内 势均力敌 整体上行情很弱 多头暂时无法组织反攻力量 均线上紫色 20日均线还有一定的支撑力度 K线下方有50日线 以及60日线的强支持 向上的话呢 又碰到了多头高挂免战牌的担忧 因此下周纳斯达克指数 仍将继续震荡洗盘 那些担心大选结果黑天鹅的资金 在大选前几天就应该跑得差不多了 那下半周和11月初存在变盘的机会 标普500指数周一大跌洗盘之后 剩下四天震荡整理 这四天的震荡过程中 收复了周一大阴线的三分之二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说明标普在下跌过程中的 多头抵抗明显 标普下方的空间存在多重支撑 标普下方存在多条均线支撑 包括20日线和60日线 标普接下来继续整理的可能性比较大 向下大跌和向上大涨可能性小于横盘 道琼斯指数同样存在 没有方向感的问题 在之前上通通道破掉之后 指数进入横盘整理 目前还没有结束整理的信号 总的来看 下周三指数有可能维持横盘 但10月底11月2日之前就会变盘 英特尔爆雷了 股价重锤 美国银行和部分券商下调英特尔的目标价到45元 把评级从中性下调到了跑输大势 实际上英特尔已经持续跑输大盘 而且在走下坡路 三季报营业收入183亿 同比下降了4% 数据中心业务是85亿 下降10% 数据中心向英伟达发展的有声有色 老霸主英特尔居然营收还下降了 这让人觉得英特尔不思进取 没有抓住机会 同样的在7纳米芯片上也是动作迟缓 要到2023年才有着落 而那时候台积电估计2纳米制程都有眉目了 三季度英特尔EPS1.02美元 同比下降25% 这对估值产生负面的影响 虽然英特尔在所有芯片股当中的市盈率是最低的 但看待估值不是按静态来看 有时候因为美股收益的大幅下降 会造成市盈率大大提高 因为市盈率不只是股价决定的 作为父母的美股收益对市盈率影响更大 面对下滑的局面 公司解释业务下降主要是疫情的影响 那尽管疫情问题 他们还是取得了超出预期的稳定业绩 这就很尴尬了 疫情期间电脑PC笔记本数据中心都是需求增加 远程办公和在家游戏的需求增加 对芯片行业不但没有影响 而且还是利好 你呀英特尔又不是迪斯尼 好意思把业绩爆雷的责任推到疫情身上 怎么不看一下英伟达和AMD的增量呢 人家也是同样的疫情 同样的市场环境对吧 财报之后股价暴跌10%以上 把前期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涨幅 一天之内跌完 真是很凶猛 周线图上呢 英特尔股价经常发生雪崩式暴跌 暴跌后起稳要花很长的时间修复股价 等股价还没站稳 又发生一次雪崩 周线图反映几年的行情 可以说在最近几年当中 英特尔的股东日子啊 过得非常无语 定期每个季度出来说一下 7纳米芯片要三年后才会出品 关这件事就可以不断造成股价突然间下滑 因为芯片这个行业看似寡头垄断 实际上竞争相当激烈 7纳米以下制成的芯片利润率高 如果不尽快提高工艺水平 剩下的呢 只能减毛利率低的业务来做 而实际上 英特尔也已经找台积电代工7纳米产品 未来英特尔这块牌子应该没那么容易搞砸 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重启了回购股票计划 英特尔将回购总计约176亿美元的股票 作为2019年10月宣布计划的200亿美元股票回购的一部分 股价重挫之后 股价进一步暴跌的可能性不大 英特尔爆雷 而这个市场却仍在快速成长当中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芯片业务 数据中心业务的市场份额正在悄悄转移 而公司业绩不会像股价一样天天暴涨暴跌 更多的是延续一定的趋势来运行 市场份额转移就是客户需求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是一个季度就可以扭转的 那么芯片市场其他巨头将继续成长 比如英伟达台积电AMD 其中AMD在PC芯片市场吃英特尔的份额 而英伟达在数据中心业务正在逐渐成为公司 除游戏之外的另一个主要利润来源 台积电则是芯片企业绕不开的工产 几年之内没有对手 所以英特尔爆雷后 策略转向其他芯片巨头 而英特尔至少还有两年的时间是机会不待 雪崩式下跌还将经常出现 OK我们再来说说特斯拉要调整到什么时候 你要说英特尔业绩下降暴跌 我们可以理解 特斯拉在本周财报之后也是大跌 这两个性质有一样吗 特斯拉财报公布后高开低走 尾盘有所反弹 三季报的优秀没有换来多少涨幅 却让人忧愁 三季报交车数量 净利 毛利率均大幅增长 实现连续五个季度的盈利 股价却没有表现 反而还跌了 这是股价滞涨信号 预计特斯拉上升动力有限 今年的涨幅很大了 需要好好修整 等待公司业绩上来之后将估值拉低 股价有一定程度的透支 就是市场对财报之后没有过度追捧的理由 特斯拉今年一直有个念想 就是进标普成分股 标普成分股的历史波动率都比较稳定 暴涨暴跌对指数产生负面影响 未来特斯拉的基本面将继续走好 这点没有太大的分歧 一个公司基本面向好 剩下的就是估值合不合理的问题了 特斯拉今年涨幅大 适当的调整是正常的 市值达到3800亿的股票 波动率一般是要降下来了 大象跳舞有点像地震啊 学一学亚马逊吧 慢慢的涨到3000块 不是很好吗 特斯拉目前处于一个大型的三角形整理当中 这个三角形的时间跨度 大概从9月份到11月份 两个月的时间上轨成水平线 下轨成上升趋势线 今天股价高开低走之后 并没有有效击穿三角形下轨 从三角形的理论来说 随着两条边的逐渐收敛 最终会没有位置再容纳更多的K线图形 这就是说啊 变盘在即 K线蜡烛要从这两条边甲板当中跑出来 走出新的方向 看来股票涨跌并不完全是财报惹的祸 有时候只是正常的波动 基本面向好的股票 大概率是向上突破的 OK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